你有照顧那個長遭長輩的記憶嗎 其實當然有 基本上我現在自己家人就是有這樣的狀況 大概幾年啊 她已經八年了 對 是我媽媽沒有錯 但是我很感恩的 我說就是我很感恩是因為我阿姨長期在幫她照顧 這樣子 那我們偶爾時間都會去看看她 不是到握病在床上 不是那樣子 她還是可以起身的 只是行動比較不便 現在狀況就是她其實比較不認得我們的狀況 家人都是一直充滿著希望 不要放棄的話我覺得會有奇蹟發生 這一直都是我希望的 許維恩 王家良金出席創世基金會公益活動 協助職務人員床泡澡 親身體驗幫個案洗澡 許維恩透露媽媽這八年來出現失智的狀況 很能體會長照的辛苦 首度對外訴說媽媽的病況 你有照顧那個長照長輩的經驗嗎 其實當然有 基本上我現在自己的家人就是有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我很信心 是因為我自己還有長輩們然後在幫忙 其他的阿姨們在幫忙 那我覺得這是我真的算是很感恩的事情 因為長期這樣照顧下來的確要花很多的心思和耐心 這真的不容易 家屬的心情也是要給自己滿滿的正能量 要很多的正面能量和耐心去看待這所有事情 家人都是一直充滿的希望 不要放棄的話我覺得會有奇蹟發生 這一直都是我希望的 他在幾年嗎 他已經八年了 對 是我媽媽沒有錯 但是我很感恩的 因為我阿姨長期在幫他照顧 這樣子 那我們偶爾時間都會去看看他 不是到握病在床 不是那樣子 他還是可以起身的 只是行動比較不變 現在狀況就是 他其實比較不認得我們的狀況 當你面臨到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心情 需要很多的時間去接受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也是一個轉念 就是反而要跟珍惜身邊的人 然後自己的健康也要先顧好 你才可以把自己的家人處理好 你才可以把自己的家人處理好 對 所以我每次來 看到這樣子 我的感觸都很男生 因為我還記得 我上一次是2019年的時候 也有來過 家人有去看那個 像是照顧一樣的 有啊有有有 我們都會一起去 有時候還算認得他 看到他還是很開心 看到他都會特別開心 是看到男生 比較開心 對 對 但是我們家都是一個很正面能量的想法 只要他開心健康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願意繼續照顧下去 我也相信會有奇蹟發生 到上個月才有辦法過結婚幾天日 連我生日都很隨便在過 因為其實 你知道日子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儀式感而已 生日過 然後婚禮登記日都同一天 我覺得是最棒的 就不用記那麼多 然後我想說大家 只要平常都可以在身邊 有一個伴在身邊 我覺得那都是開心的日子 不需要特別過激 前陣子有發問就是 身邊有一些小男生 沒有過了啦 對啊 不會不會 完全沒有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覺得及早發現 及早處理 這是最好的 這些事情都過了 所以還蠻順利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吳宗憲 Jacky Wu 憲哥來了 我是乃哥 我是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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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我是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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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跨年又到了 你們想齁 聖誕跨年要去蕃哥了嗎 想要獲得我的聖誕跨年交換禮物嗎 比方的話呢 有準備的禮物 要跟大家交換一下 用點心思 用點情感準備的 厲害啦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如果是上三立新聞網 更加投票 請到三立新聞網 在投票參加 上三立新聞網 投票 就有機會獲得 我的交換禮物喔 加入我們的交換禮物 我的禮物非常好 很健康 很有feel的禮物喔 趕快下載 祝你得獎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OK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